另外一个让人不安心的是 现在时下爱漂亮的 不管是妹妹甚至弟弟呢 他们都很喜欢带这个角膜放大片 也就是所谓的娃娃镜片 看起来黑眼珠好像变色或是大一点 尤其是带长时间真的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立伟抽查市面上的产品 竟然有高达六七成 甚至超过七成的这个娃娃镜片 都会掉色的 眼科医生特别提醒爱漂亮的弟弟 妹妹小心调告 搞到后来需要割除角膜上皮了 但是呢主管机关卫服部 却以抽检方式不同 表示这几款隐形眼镜 有没有违法贩售还得要再演绎 这样子的一个角膜变色片 这么容易轻易的颜色就脱落就掉下来 实地拿起棉花棒来回擦拭 端端十秒钟立刻落彩 这居然是漂亮的美眉 要让瞳孔blingbling的秘密武器 床时间佩戴有多惊人 眼科医师手边这个案例触目惊心 就是麦冲光那个疗程 然后又刚好戴着一个隐形眼镜在里面 那所以这个是很明显 可以看到它根本隐形眼镜已经拿掉 可是居然色彩是印在角膜上面 角膜不幸染上颜色 患者得将上皮割除 还得观察视力恢复状况 夸张的是 一位抽查师面十三款角膜放大片 有的说醒着就能戴 有的说每天可以增加两小时的佩戴时间 使用说明更藏在盒子里 根本不合规定 用棉花棒擦拭会掉色的 居然飙破七成 将检体至于37度C 就是人体温度的人工类液 进行超温波萃取后 再加热至100度C 去年抽检20件均未检出 尽管卫福部强调检测标准 不会用棉花棒揉搓来定义危险程度 和立委认知有差异 但市面上角膜片来源 网购通路管不到 说明书载明又没硬性规定 如果把关可别让民众戴上眼镜 就越看越不清 谢谢女朋友圈圈的台北 台湾报道